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有多谢昨晚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日子是来到母千少年中心 就发生了一个外固的军份教官 对六面学生男同学进行一个性侵的行为 他们全部都是未善年的男同学 他这个卑鄙的行径简直是令人发指 我们怎样去帮助这些受害者 尽快的脱离那些阴影 和当局有如后检讨这次事件 以及怎样导致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来谈吐一下 齐关注教官性侵美成年男心事件 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邀请到教青角青年厅厅长袁海青女士 袁厅长你好 是 大家好 我们邀请到施警局关注少年族食物主管朱维敏 麦丁珠你好 各位嘉宾观察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 性工会澳门社会服务处 服务总监李高浩先生 李生你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个人意见 电话号码是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盐光网上的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澳门重点新闻 澳门最早 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在施警总部举行记者会 公布海关关长赖敏华的桑礼安排 出席记者会的官员包括有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警察总局局长马耀权 司法警察局局长周伟刚 政府发言人陈志平 以及山顶医院法医科主治医生柯庆华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指出 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或事实 可推翻海关关长赖敏华初步推断为自杀的认定 警方的处理方式也都符合习惯 内部指引和按照法律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称警方刻意不通报传媒 讲法对当局不公平 黄少泽强调没有任何隐瞒 但充分理解媒体和公众关注事件 会深入调查 经济局和北区工商联会 中区南区工商联会 及尼岛工商业联合会签署协议 三个商会将会协助接收四项经济局 对中小企业辅助的申请 经济局代局长戴建业表示 若有3,500间中小微企业 在三个商会登记做会员 占经济局所支持的中小微企数目 約五成 他相信可以加强社区联系 减散交票手续和时间 有关协议没有提供额外资助 太阳国际拍卖行澳门首拍新闻发布会 将会在12月2至4日 在澳门军月酒店举办首个展览和拍卖活动 届时拍卖会除了拍卖高端珠宝 名贵钟标等奢侈品外 还会拍卖澳门画家的书画作品 以推动澳门艺术文化的发展 好 回来我们的现场 日前施警公布了一个外国的官方教官 对数名未成年的男学生进行一个性侵的行为 我们引起这个社会和家长的高度关注 所以这里我们先请Madame G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进展的情况 好 其实我都讲一下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跟教育企青年局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当晚案发的时候 我们就接到教育企青年局的通知 之后我们随即社区建务和公共关系处的处长 就已经立即连同我和私警局的另外一些同事 就亲身去到这个案发的地点那里 那经初步和六名的学生和学生了解了事件之后 也都知道是涉及了一些刑事的犯罪行为的了 那我们随即就叫这个值日室的同事 就是保安及紧急行动中心的同事 就将受害的青少年 连同校方的代表 就一起和我们回去私警局那里 作进一步的跟进工作 而当晚呢 教育企青年局的同事 也都有亲身来到私警局 和当中受害人和受害人的家长 也都有一个沟通的 好 我们也想问一下教育企青年局的原厅长 其实对于这件事 我知道教育企青年局也很关注 我想问一下 国方是怎样处理 和对于这个事案的千少年中心 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对于这件事的发生 我们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都非常震惊 正如刚才Madam所提及到的 我们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们就即时啟动了 我们一个校园危机的 一个应变的小组的一个运作 即时也都派出了我们的部门主管 也都有我们一些的辅导人员 和工作人员 进入到营区里面 去和我们一些的学生 和一些相关人士的接触 和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 主要就是三个工作 我们去跟进 一个就是对于受影响的一些学生 和家长 我们是进行一些即时的支援 包括在情绪上的一些辅导 和其他心理上的一些跟进的工作 而和校方方面 我们也都即时召开了一些会议 对于整体来说 后续的一些工作 我们都有一些的跟进 和是就着这一方面 我们是开展一些讨论的 而另外一方面 刚才Madam都提及到 我们也都积极配合了施警局方面 就着这个个案 无论是报案 又或者是在取证方面 我们都是积极配合的 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这个营的一个开展 其实我们都看回 原来营的一个开展 目的本来是让了学生 参与营里面的一些紀律 一些训练和一些专题的一些工作坊 是可以提升到一些预防偏差的一些目的 和一些建立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政府来说 对于一些和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健康成长 有关的一些的项目 我们都给予一个积极支持的一个这样的方向 所以也都透过资助形式 是支持了这个营的一个开展 当然在这件事 我们收到这个 知道这个包含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也都即时是终止了 所有跟着的一些认 以及也都要求相关的机构 在10天之内 它需要提交一个的报告 我们再作一些適切的跟进 明白 好了 都是问一下李生先 对于这个事件 我觉得应该是体现出 这个事史的千少年中心 对于平成一些内地的教官上面 是有些不够研究 或者是不够研究 或者是审查方面 那你作为一个库务机构 对于CG的操作品德方面 是否应该加强一些监管呢 首先我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都觉得很突然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那同意主持所说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 因为都是做一些人的工作 我们都十分重视同事的质素 或者一些导师的质素 那我们都会继续由不同形式的活动 去陪伴清晨丁成长 但是过程里面 我估计今次的事件肯定 给到我们一些指示 或者一些地方 我们是要持续改善的 嗯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先和我们的WeChat 的廉善嘉宾 他是职业大律师 洪宏昆先生 洪生你好 洪生你好 喂 洪生 你好 你好 对于今次的事件 我要几个问题 想和你沟通一下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这个外固人员 在澳门犯案 是不是都应该接受澳门法律的制裁呢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是适用东地的法律 任何人在澳门 必须接受东地的法律 嗯 明白 那么对于这个事案人 是对数名的未成年人 这个姓氏行为 它是构成什么罪名 以及它可以得到 多少年的监禁的层处呢 那这个 因为它牵涉了 有六个受害人的 那六个受害人 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受害 那也有一些类似的效果 那其实这个呢 如果相关知识 我不知道那个受害人 不满了14岁 还是未满了14岁 因为年龄也都有差别的 因为如果未满了14岁 刑伏是高一点的时候 可以去到3到15年的 那如果满了14岁 刑伏会低一点的 所以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相关的受害人的年龄是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去估计 明白 那么这个事案人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因为他是个教官 那么 他会不会在那个判决上面 会加重一些处法呢 会因应 那这个事是否是一个教育机构 那这个当然了 他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科程 那还有一个培训 那这个是否是法律上的一个教育机构呢 因为当初立法的时候 只是定定一个教育机构 如果他是一个教育机构 也都有一些加重的成绩 那如果不是教育机构呢 可能就没有这部分加重 但是在量刑方面 也都可能会針取回这部分的情况 而作出一个适合被量刑 明白 如果这个涉指的可能受害人 如果后来跟进调查 如果发现到更多个受害人的话 会不会都是加重他的这个 这个惩罚呢 这个牵涉人身性质的一些参法 如果多一个就是多一项罪的 就不是说会加重 就是多一项罪 接着将来再竞合下去 作出一个量刑 嗯 明白 好了 多谢红律师 跟我们做一个WeChat的脸线 好了 我们都是继续 回来讨论了 其实呢 问一下历厅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这次事件 其实是受害人 本人其实是当时没有被姓参 那时他没有反抗 和没有求助 是后来其他同学才报告老师 才特使这个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为什么他当时 没有第一时间去反抗 或者去求助呢 那我们看回呢 其实是这次的事件呢 就是一堆初一的学生 那他们都是刚刚在小学 升上去初中的一个阶段 那当中呢 就身心都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也有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突然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知所躁的一个处境 所以我们都呼吁我们的学生 在遇到一些困难 一些问题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 是需要去有一个保护自我的一个做法 那尽量是有需要的时候去呼叫 或者是逃离现场 那当然就在真的有不肯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要跟我们的家长啊 老师啊 和一些辅导人员去提及这件事 那我相信这些人都可以帮到他们的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家长方面 我们都希望多些关心我们的子女 那因为在过程之中 可能家长和我们的子女的接触的时间 或者是沟通都比较方便的 所以更多地去留意他们子女的一些成长的状况 这个相信是对于他们来说也都很有帮助的 嗯明白 那还有当局会不会继续跟进这个事件呢 看看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受害人 或者之前比较参加过这个训练的学校 还有没有那些受害者呢 在这方面呢 我想我们最逼切呢 就是先去对这些已经出现了的情况 那我们是做一个即时的支援 那看回在那一段时间呢 对于我们这次受影响的六位的学生和家庭 那我们都即时提供了一些情绪的支援 和相关的一些工作的 而和学校方面呢 我们都积极配合 那就是透过服务机构 那是无论是在家长的层面 又或者学生层面呢 都有一些的辅导 或者是危机的一些讲解会呢 去给我们相关的人缘的 那也都让到我们的家长知道 哎呀 怎样去和小孩去沟通 去讲这件事呢 那这个过程也都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在过程之中 那我们也有掌握一些资料呢 就是过去有可能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 一些学生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都和一些 就是我们相关的专业部门在这儿 沟通中呢 就是会对这些的情况呢 会作出一个跟进的 嗯 明白 是的 再问一下李先生 那你会不会担心这次事件呢 会令到好像以后类似这些校园的活动呢 会受到一些阻碍或者家长会担心呢 我认为时间里面 就是会有些影响的 因为我想大家都关心这些事件 那也都希望知道多一些 以及有所预防 那我们相信长远来说 就是科学的活动 或者一些不同形式的活动 对于增加青少年的体验 或者现在社会都希望他们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有一些学习的 这个方向呢 我估计自己的服务界 或者青少年工作方面呢 都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去的 嗯 嗯 那女士长想问一下 那你们千少年关注组 那接着我们会开展一些 哪些跟进的工作呢 那其实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有和教青局呢 合办一些防罪的宣传教育活动的 那因为呢 在好像今年呢 在3月份开始呢 其实我们已经和教青局呢 合办了一个名为 预防性侵及求助方法的 的专题广座了 那直到目前为止 也都有28间的中小学 和我们申请了 也都举办了 受惠的人数呢 达到7400人 而当中呢 也都包括呢 有些学校呢 也都很好 去组织一些家长会呢 去参加我们这个广座的活动 嗯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 有些什么意见先啊 现在是邪小姐在线 你好 邪小姐你好 你好 对于这次事件 你自己是怎样看呢 嗯 我觉得那个 选 就是选这个教官出来这个 人啊 嗯 我不知道是谁 这个经验是 因为对他那个人品啊 平时他的心理质素啊 你都要考试啊 合考之后呢 你才可以让他进来做教官的 嗯 因为呢 不论哪一个教组都好 哪一个部门的均份都好 我觉得他的心理质素 这个是第一样东西 聘请他这个政府部门呢 是要有一个合考 嗯 要去考他的心理质素 嗯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 经过这次性侵之后呢 那个心理呢 会造成很大的压力的 嗯 因为他们还是年轻的 就是不是 日后他们 对于这个事情呢 分分钟呢 他又会染上这一样好癖 或者他是受到感染 他将来又会这样 照反煮碗 做一样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 那个问题就大了 嗯 好 我们呢 我们呢 要多些教一些年轻人 例如他未成熟的 我们向性教育那方面开放 开放一点 就是不用鬼鬼祟祟的 就是教师啊 和我们家长啊 都要给一个正确的观念 一个性观念 给他们知道 嗯 好 多谢谢小姐的电话 那也是想问一下听长 那谢小姐都提及到 就是那个性教育方面呢 那教育局是怎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的 是 那在性教育方面呢 其实教育局 我们一直都有开展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就是 在我们的课程框架里面呢 其实已经明确地去规定了 性教育呢 是当中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元素来的 而在学历要求里面呢 也都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去指出了呢 我们是这个 这方面呢 是需要在课程里面呢 是有所展示的 那而在不同教育阶段的 这个 我们有一个叫 品德与公民科的一个课程当中呢 要求了性方面的教育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内容来的 那所以这个呢 在课程里面呢 也都有一些 我们讲的 因而不同的一些年龄层呢 也都有不同的要求在那里 那所以 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在学校的课程里面呢 有要求呢 是一个性教育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设置在那里 那当然 是一个设计的一个发展的特点啊 怎样去认识这个 懂得这个珍惜的生命啊 还有是怎样去和人相处啊 以及呢 是怎样去选择一些朋友 以及是去 就是怎样去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啊 那这些都是在这个 性教育的 在品德与公民教科里面呢 我们是要求在课程里面有所讲提及到的 那这次这一批的学生呢 因为他们是刚刚在小学生上初一的阶段 那当然初中整个阶段呢 是有个三年的时间在那里 那不同的年级呢 可能有不同的内容在那里面 就是可能他们刚刚升了操装 还没学到那么多 可能现在还是比较小胆一些 比较害怕 所以就 都是不扣了 或者自己就好像就 其实也都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整体的那个性教育那个课程呢 那是由幼儿教育 其实已经是开始 一直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在那里 譬如我举个例子 在幼儿教育 就是我们幼稚园的时候 要求就是说要等小孩子 知道这些男女是有不同的 有什么分别的 那去到小学初中 高中也真的有 根据它的年龄的发展 有不同的相关要求在那里 所以换言之在过程之中 是有不同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刚才提及到就是说 也都刚刚真的那小孩 他从小学升上初中的时候 可能在过程之中一个陌生的环境 又或者是真的有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发生 他们是真的有可能一些 不知道怎么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嗯 嗯 好了 明白 好了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 先去看看天气预告 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好了 回来我们的现场 现在我们有VTRA的年线嘉宾 他是菜隆子地学校的校长王高音先生 王学长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和机会嘉宾 大家好 王学长 你好 对于这个教官性侵美成年的男学生的事件 你是怎样看的 你有什么个人的意见呢 我想呢 首先都是一个很震惊 因为对于这件事 特别是发生在我们的青年学生身上 所谓初生之族 这班学生其实都是一些 就是说 在深知识美成熟的时候 就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对于这件事 我们特别教育界方面都很真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在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要思考 有关这些学生参与很多活动的时候的安全 其实这里我们的安全 现在不单止是本身的一些人生的安全 而是身体 比如包括性侵这一件事 我们其实都要 是要 要怎么样进行 保护这一群 就是说参与一个正当 正常开展身心活动的一些徒师 那我想就是说要做的话 几方面都要做 第一方面当然 和嘉宾所说一样 就是家务合作里面 性教育到底怎么样呢 是不是这么简单 认识自己的身体 或者一些所谓性的知识以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从小开始懂得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身体 如果遇到就是说一个 真是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懂得寻求援助 包括向家长 知长 以至到我们的长辈 来求助 第二个方面 其实就是说 政教育 也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纯粹一些知识上面的东西 责任上面的东西 自己自我防护意识方面等等 都需要是深入当中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至于另外呢 我觉得 因为始终这个活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些 初中一年級 开展的一些集体的活动来的 对于学生的团队合线 以至一些能力的培养 体能的训练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问题就是 教育局如果是 就是说 完全资助这些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 除了审批活动的一些过程 一些活动的内容以外 我觉得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 始终它是带领学生 是进行活动的话 那是不是需要作出一些 或者叫做 是在私之方面 需要作出一些 封批 或者 当然未必 因为始终活动内容太多 私之可能要求人比较多 就是正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更加是 要有一个把关的过程 因为始终 这些 老师 或者这些训练员 往往他未必是 对教育有完全的了解 但是 相反 他可能 在品格上 未必符合 當老師或者當導師的資格的時候 怎樣去保護我們的學生 所以這件事 如果根據報導來講 是一個外來的 外來的一個教官 這個方面我覺得始終為了保護我們的學生氣見 我相信這些私資我們真的要嚴格去進行一個八卦 包括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 當然要求相關機構進行一些心理的測試 心理的測驗 有知識不代表人都可以做老師 最重要的是本身老師當中的心理質素 這個要求我相信是更加高的 第三 其實就是說 因為剛才也有律師提到 其實澳門裡面關於性侵或者青少年的一些性侵案件 現在其實已經是有一個比較頻繁的情況 始終我們業界或者作為我們的教育界 都是比較希望有關這個非禮的罪 或者性侵的罪名能夠明確的法例 包括一些性騷擾等等 令到相關的一些罪人能夠得到應有的嚴懲 才能夠 就是說好好地保護我們的年輕一代 我們的小孩子 因為始終澳門現時如果還未曾明確有這個法例正式的定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發覺 如果就是這樣騙一下 或者碰碰撞撞一下 其實現在這些情況都挺頻繁的 有時候我們的老師都會收到 比如特別拜託出外去活動的時候 有時候會接觸我的身體的時候 我們收到消息 但是很多時候報案未必一定能夠將被圖 一停止於法律 因為主要就是說 法例未必能夠將它追究到 令到它入罪 這個其實我覺得 雖然這個是一個個案 我覺得不要正如教青局局長 梁麗局長所說的 真是寧容忍的 有關這方面 個案也好作為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去做一個把脈 去為我們的青少女人 特別是在未來的一些 引領他們怎樣去進行健康活動的時候 真真正正健健康康 獲益 真真正正能夠做到我們的活動裡的目標 因為始終這些事情 特別是這些性侵的事件發生 可能王和長那邊的網絡有些問題 都是多謝王和長對我們提出的幾個非常有用的意見 都是想請袁廳長先回一下王和長 他提出 比如以後教青局是審批這方面 不單止對這個課程 可能對這些施資方面 都要再延價去審查 這方面是怎樣會影響的 對於在教育機構來講 其實在澳門的一個教育制度干預法裏面 有明確規定了作為一個老師 他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資格的 對於一些培訓機構好 或者是一些我們講的 現在好像類似一些團體去搞的一些活動 甚至一些戶外活動的時候 對導師方面 法律上是沒有這樣的要求的 但是當然我們都 這次真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即時是 中止了所有的刑 也都會跟進報告的一些情況 但是在過程之中 我們都聽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意見 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包括教育界 法律界 或者是家長 各方面的意見 其實我們都有收到的 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會全面去檢視 我們現在做的一些程序和相關的一些工作 我相信在日後我們是可以再去做得 有更大的一個改善的空間 那我想問一下Madam Zhu 你聽到黃校長他提到 對於這個性侵方面 他覺得罪名應該再明確一些 以及加重這個處罰 你站不成不成呢 其實當然了 都很認同黃校長剛才所講的內容 至於在刑罰方面 其實站於我們警方的角度來講 無論是任何一些有關於 跟學生造成侵害 又或者是跟學生相關的犯罪事件發生 在我們警方的角度來講 真是一件都嚴重的 所以我們會著重比較在一種 預防的措施方面 例如是從小開始給他們 一些認知加強自我保護的意識 去提高自己的警覺 還有最重要是懂得怎樣去尊重別人 在我剛才跟大家講過的 那個預防性侵及求助方法裏面的 那個講座內容 我們司令局比較著重的內容 是會講給青少年聽 我們是在怎樣為之性侵 那個法律界定的層面是甚麼 我們負責處理這個案件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是會的程序是怎樣 在保護證據方面又應該會怎樣 我們就希望做好一些預防的工作 希望本國的青少年也免受任何罪案的侵犯 好 多謝Madam G 好了 我們現在聽聽家庭觀眾有甚麼意見 現在是黃生在線 黃生 你好 黃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黃生 你好 對於這個事件 你有怎樣看法呢 就是我怎樣看法呢 就是我覺得就 你看 澳門境內發生 當然是澳門海事件 是吧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軍訓的東西 不單是澳門的 嗯 中山珠海應該都有的 是吧 就是你自譬如澳門的學生去到大陸 其他地方去參加一些軍訓的活動 是吧 你去中山珠海都有軍訓的 好了 如果到時路面發生有問題 你澳門也處理不了的 嗯 或者手本之乎你全都不知道的 那你怎樣處理那些問題呢 我這個擔心是比較大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 如果在教清局你真的 是處理不了那些問題 你不如索性就不要去大陸做軍訓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管不了那邊 或者你監管不了那邊的 那你不如直接就不要去上面做軍訓了 直接放多一些資源在這邊看 做什麼培訓啊 或者和鄰近地區 如果你可以控制到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監管到的地方去做了 嗯 我的意思是這樣 好明白 就是我們很擔心 如果在上面發生了 如果你監管都不知道 或者你完全是知道都沒有用的 那你假裝局 不如就沒有搞那些東西 是吧 嗯 就是安全最重要的 是 你那些不是你培訓 你那些根本是教壞小孩 要教壞小孩 不如就不要做了 是吧 好明白 多謝旺森你的意見了 我們聽聽下一位觀眾 余生有什麼意見了 余生你好 主持好嘉賓好 你好你好 就是這件事就是 真的不用說了 是非常惡劣 是 就是我但是 就是現在不發生都發生了 我覺得最第一件事就是 保護那個受害者 保護那個幾個受害者 嗯 就是無論知道不知道 第一件事是保護受害者 因為那個 受害者一定是很害怕很害怕的 就是很多事情想的 就是肯定不關他 但是他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無論學校家長 各方面都一定要保護那個受害者 第二個就是說 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清清楚就究竟是什麼 就是以現階段來看呢 是校方好 警察好 就是校方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呢 大家都很配合的 整件事處理得很好 在事後處理得很好 但是希望大家不想有這種事發 不是說出了事才來看的嘛 所以就是說 未來在這些活動上面 我們是不是要再加多一些 嚴防一些東西 加多一些機制和監管 還有對那個 搞這些活動的單位要求要多一些呢 嗯 因為為什麼這次惡劣不單是小朋友 這個是第一個之前那個小朋友就害 另一個就是說 你對未來澳門街社會搞這些活動 那個打擊是很大的 嗯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說 過去這一類型的軍訓或者團呢 其實是培養了很多青少年朋友 無論是校方啊 學校啊 中心啊 大家出了很多力的 就算是過去的教官 我知道是很努力去比心色了 但是這次你打擊了之後呢 就變了就是 大家會不會害怕呢 家長會不會害怕呢 嗯 小少年朋友會不會害怕呢 所以就是一定要搞清楚這件事 嗯 好 多謝余先生的意見 好 多謝了 好 我們現在都是給原廳長先回應一下 就是 剛才第一個黃生呢 他已經提到 就是比如好像 學生組織去大陸中山 其他類的地方去參加軍訓 怎樣去保護這些學生 嗯 其實兩位嘉賓 兩位的觀眾都打了電話過來 余先生說我非常認同的 因為很多工作 其實我們需要做好一個預防的一個工作 我們要首先去做好先的 在過程之中 怎樣去更好地去讓到日後開展的 無論是一些過夜的贏日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戶外活動 都可以是更好地更安全地開展 相信我們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做一個跟進 以及去檢視我們所有這方面的一些開展的情況 至於在外地去進行的一些活動 其實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它的法律的一個條文在那裡 在當中其實去到那邊的時候 也都有我們相關的一些工作在開展 當中有老師的一些跟進 有我們承辦機構的一些跟進在那裡 所以我們看回過往這個在外地去進行的一些活動 那個成效 因為在過程之中我們會有家長 有學校 有參與者他們一些反饋的意見回來 成效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也都希望我們可以做多一些的 所以剛才李先生也都講到 就是說從社會服務機構的角度來講 都看回這些活動在開展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都培養了不少的人 也都是在課堂以外 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的年輕人去成長的 所以在過程之中我覺得 相關的一些跟青少年成長 鼓勵他們做好的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可以再多做的 在一些預防教育也好 或者在一些準備功夫也好 我們可以更加去做得細緻一點 明白 好了 再跟李先生談談一下 家庭觀眾余先生也打了電話 就說這個事情是非常之惡劣的 除了受害人 他自己和他們的家長 應該其他參與的同學和家長 都會很擔心和受到影響 你們聖工會那邊 會對這些學生和家長 提供了甚麼幫助呢 我想我們普遍的社會服務的機構 都有一個程序 就好像聽到剛才所看 尤其是在學校服務和校園的特別事件 都有一些跟進的措施和流程 以這次的事件為例 我想好像剛才袁先生所說 我也十分之同意這個 當事人的情緒和需要是最重要的 他有很多問題和很多跟進的地方 家裏需要支援的地方 其實我們每一個機構 都會有相應的程序 去用一個連儀的方式 有這位當事人 他的家人 他的同班同學 或者是一起去這個宿營的學生 我們都會有一些跟進的 我亦都在這裏 都一個呼籲 如果小朋友 或者年輕人遇到這些事件的時候 千萬不要擔心 因為找你相信的人 求助是最好的 我也想補充一句 因為這個是特別事件 但是平時不同的營會活動 或者剛才觀眾所關心的境外活動 其實我們社會負負負責機構 都是一個指引的 譬如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境外 我們在於人手的比例 在於安全的措施 在於保險 我們都有一定的流程去保障 當然這是最基本的功夫 但是都需要做的就是 好像剛才提到 無論那個人員的 我們去篩選 或者評選 訓練 之後要跟進 和督導 其實這些每一個環節 去做好的服務 其實我都贊成 家庭觀眾所關心 和提議那個做法 我會看其實我們都有做 都贊成是會繼續做的 我們希望這個特別的事件 我們希望真的不會再發生 和發生的時候 我們更加懂得怎樣去處理和跟進 好了 我們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先去看廣告 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了 回來我們現場了 現在我們都是聽聽家庭觀眾 對這個事件有什麼看法 現在有袁先生在線 袁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 你好 袁先生 你好 這件事件當然是一件 可以這麼說 很冤枉的一件事 嗯 也很遺憾一件事 嗯 就是遺憾遺憾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政府的法例 管法不宜 對 對 對 我們在法律上 和在意識的 在意識的 本身 小朋友的成養 小朋友的成養過程中的認知度 嗯 首先想提醒一件事先 其實同步的活動呢 我覺得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首先呢 你有了那個意識了 還有有了這個法律制裁底下了 那變成了 很多方面上呢 他都得到得意呢 一個 一個怕字 嗯 一個知字 知什麼呢 知道姓金和姓蘇呢 是對自己身體的傷害性有多大的 你自非面子是多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高sir一位觀眾拿到大陸 更憤 我覺得更憤裡面更加的 大陸的法律 還比我們嚴格 聽者的 十年八年 恐者甚至是 也有死刑的可能 第二 相反我們澳門這裏呢 還比他們更開放 我要擔心我更加相反 相反澳門那裏 那一個法律裡面有完善 這樣 就是執言 在那方面上 公常呢 就有一位小姐那裏 一輝家輝說得挺好的 就說呢 就是在治安方面上 除了他們呢 我們就穿著了 是去到社區 甚至更種 這些家長 都不怕呢 對性的認知呢 他都一定連連連的情況下呢 都要灌輸給他的了 嗯 這方面呢 那你鄰近的地區呢 譬如呢 好像現在我 直接看Facebook啊 越南啊 還有比較落後的國家呢 都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怎麼去防備他呢 問題就說呢 就是首先大個人 你首先要知道一件事 啊 這個弟弟是無辜地給你 撐著我 你有意心何意 你用什麼良心地面對你自己 是不是 這個問題很簡單的這件事 就算看電視旁邊 你們的成員人也好 就是沒有作出那些 這麼禽獸的行為 嗯 這些禽獸的問題呢 就是始終不可掌的了 啊 啊 所以呢 希望教育啦 不是希望 就是政府這方面上呢 盡快呢 就是提供了 將法律提供的 提供的 提供的一點點 好 多謝了袁先生的意見了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 寧生有什麼意見了 寧生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我姓林 哦 林生不好意思啊 剛才同事通知了 是寧生 不要緊 林生不好意思 那樣 呃 大家晚上好 呃 這件事呢 是一個令人 呃 很不安 和很遺憾的事件 呃 當時呢 社會上這麼大呢 呃 為什麼要在國內請教官回來教澳門的小朋友呢 為什麼呢 這個所謂訓練營也好 或者這個這樣的矯正營也好 他其實的目標呢 就是和軍差不多而已 就教小朋友暴躁啦 打一下成傑啦 過一下集體的生活啦 講究紀律啦 是不是這麼說 嗯 訓練一下這個個人的意志 和毅力啦 啊 就是群體活動啦 啊 我在八十年代澳門剛剛 剛剛組建同軍的時候呢 我受邀請呢 就去同軍做個短暫 大約是三個月的教官 啊 教一下暴躁 打一下成傑 喊一下口令 嗯 在澳門這些絕對沒有問題啊 澳門現在就沒有軍隊啊 以前八七八十年代 很多人受過這些專業的軍事訓練 包括區區在下 是受過專業的軍事訓練 是真正軍人的訓練 不是現在這些所謂二打六 不知道哪裏 不知道哪裏叫來的所謂教官 我們這些真是當過兵的 嗯 真是兼當兵的 那麼他教小朋友出出有餘的 是不是 澳門現在還有很多的啊 因為以前你拿個護照 一定要去當兵的嘛 是吧 那澳門有十萬人家 就當你打個發鐵 只剩兩萬人 都有大批人可以去做這些工作 為什麼要大陸請回來呢 我就不明白 拋頭 現在澳門最大的問題就是 無論什麼都好 在大陸請個人回來 有些誇張到 是 在大陸沒讀過澳門法律的 來澳門教法律 有些在大陸禁倒的嘛 嗯 請教授過來澳門教這個博彩課程 就是叫回教徒 教人怎樣煮豬肉好吃 這麼荒謬的時候 澳門天天發生 天天發生 澳門有的人才 他又不用 沒有的人 就是 沒有需要向外招聘的 他刻意向外招聘 目的為了什麼呢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是因為 是經濟有因 嗯 就是 向這個 那個什麼 教清局申請 啊我請教練回來 多少錢人工的 諸如此類怎樣 那跟著就打大條數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是小人來的 我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如果澳門的話 如果他需要教官不要緊 聯絡我 區區在下 我是絕對可以 保證 教一個正規的步操 團體訓練 軍事訓練 打成結 一定沒有問題 好 多謝林森你給的意見 好啦 多謝林森非常之熱心 好啦 我們最後就是聽聽 下一位觀眾 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李小姐 阿米嘉峰好 你好你好 我想跟那個教清局那個 阿袁廳長 你好啊 沒有我剛才呢 就是 就是 聽她說 就是 那些小朋友呢 就是那個分別 但是呢 就是做父母的呢 就是信任 就是學校啊 或者現在去訓練營呢 就是我相信她呢 就是由這個 搭入學校啊 就是交託了 這個學校呢 應該是講一個信任 學校啊 就是各方面呢 都是要保護一些兒童啊 就是各方面 那現在呢 就是令到呢 就是令到呢 家長擔心不打緊 就是和現在呢 那個 傷害的那幾個小孩呢 那譬如呢 這件事發生了呢 就是 現在說 說怎樣補救啊 怎樣的呢 那 那一向呢 就是家長 就是 選哪間學校啊 哪個地方讀書 哪個班級呢 我希望呢 教清局呢 和學校啊 和什麼老師啊 都是要保護兒童 和呢 就是還有一句 就是做家長也好 爸爸也好 學生也好 我希望呢 就是出去搞活動呢 老師也好 都起碼呢 就是灌輸一下給他們呢 就是 就是那個 接觸人啊 怎樣啊 那我希望呢 就是打落呢 都是這樣 希望呢 就是不要再有事幹發生 就是好像教清局呢 就是先頭啊 原青長說呢 就是說他 就是升到那個年級這樣呢 這樣 因為男男女女 就是最重要 那個信任 信任 信任學校 信任 就是那個人信任 就是很重要 人家交托了你去 就是信任 我那天呢 就是聽見新聞呢 我都很驚訝 一個你在外面 請個教導員回來 這樣呢 侵害那些小朋友呢 因為小朋友如果 侵害了那些不懂說話的人呢 就是這樣又怎樣呢 因為 保護兒童 因為呢 是很緊要的 就是家長保護自己的子女 送到回學校 學校是要保護他們 送到去訓練的怎樣 那個弟弟的成長 現在變了 就是很恐懼 就是聽見 好 多謝呂小姐你的電話 我們都聽明白你的意思 首先呢都是給原聽狀先回應一下 跟著呢 我們都請另外兩位嘉賓再回應一下 好 多謝幾位嘉賓給你的意見 我絕對同意 尤其是最後一位嘉賓 一位聽眾所講到的 就是說 我們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是保護我們的兒童 這個是 我相信 無論是在教育界好 或者是我們家長好 或者其他 好像李先生所從事的 社會服務界都好 這個都是我們共同的一個目標 所以 在這方面 我相信無論是在政府 在學校 在家庭 社區 這方面 我們都會共同去努力 去朝著這個方向去做的 另外就是 都提到 剛才也都提及到 就是在過程之中 我們怎樣去保護我們的兒童 其實一些教育營 或者是一些活動 它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的 宗旨和目標 在過程之中 我們看回這次的教育營 是講到 可能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成結 一個這樣的工作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在過程之中 讓它去一些專題的工作方 和一個紀律的訓練等等各方面 它養到我們的學生 在過程之中 可以有所學習的 這個整體 是一系列的一個安排 我們都看到這個機構 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的設計 也都符合我們那個 青年成長的一個需求在這裏 好 最好都是請李先生 再講一講這些 四副機構 對於性教育方面的 推廣的工作 好好 那 我剛才 我都回應剛才李先生所提到的信任 我想這次的事件 引起這麼多聽眾 或者大家 這麼不快 或者這麼多人不快 都是涉及一個信任的問題 因為我想家長老師 其實都信任一些 提供自己服務的人員 或者導師 但是就做了一個 令人歪然的事件 我猜 性教育也好 或者不同的教育 剛才提到 怎樣 我們保護 清少年 保護兒堂 或者訓練他們 令他們可以面對 未來的問題 我猜 教育我們當然有期望 但我猜 在現在的社會 因為社會變得快 和有不同的需要 我想單單教育 都可能不足夠的 我們都支持 我剛才不同的聽眾所提 學校 青年工作者 或者社會部機構 和家庭 我們一起努力互補才行 因為現在年輕人 看到的不同的情況 或者問題 就不單單在學校 或者書館裏面 教導得到的 我們更加要教導 多一些回應不同的社會情況 一些反應 知識 和保護自己的措施 我們希望 不單是性教育 是整個年輕人的生活 教育 我們都可以加強 那最後 麥丁珠再總結一下 希望怎樣都好 如果清少年 遇到任何的傷害 也都歡迎大家 致電我們關注少年組的熱線 發生甚麼事 我們警方都一定會幫到你們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三位參加我們現在的節目 好了 我們明天我們可以說再見 拜拜